有一对六十几岁的夫妇 在宜兰爬山散步的时候 却遇到了意外 双双点落鼓里头 那么两个人都受了伤 这个先生呢 就要求太太赶快自行求救 不要再管他了 也受了伤了太太 为了要救老公 她是奋力地往外爬 寻求求救的机会 那一场坠山的意外 却是看到夫妻俩患难见真情 真是患难见真情 这名老妇人痛苦地躺在病床上 脚受了重伤 但心里牵挂的还是老伴 回忆起来 两人出油的机车 还停在事故现场 救护车赶紧前往抢救两人 因为两人不幸遇到意外 坠落山谷 一句你不要管我 自己先上去 流露真情 照片中先生受了重伤 动弹不得 得靠着救难人员用担架 才能把她抬离事发地点 回顾现场 石头遍地 这条找人求救的路程 还不好爬 但为了救老公 受伤的老妇人也豁出去了 我要活下去才能救老公 两人遇到困难 更互相扶持 而目前两人都受到医院 妥善地照顾 不� DENNIS 是 对 我 感谢观看